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第四课的第一个单字 叫做TOP 写上E哦 记得第一个E 然后你看他给你的是形容词 所以呢既然是顶尖嘛 所以他延伸出来的意思是最优秀的 那记住这个字本身他也是最高级 就是你们第五课在学最高级 有一个字也是最高级 那个字叫Favorite 也是你最喜欢的 所以有些字他本身不用再加EST 他就是最高级了 所以一最优秀的你可以写BEST OK这是第一个 再来写个2 那他当名词的时候就是顶端 顶端 所以比如说在山顶 山顶哦 叫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就会变成是山顶 On the top of the 一形容词等于BEST 二它当名词就是顶端顶尖 所以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就是在山顶 跟上了好 好再来写个3 叫from top to bottom 在这就从头到脚的意思啦 Top就是以人来讲最顶端就是你的头顶嘛 Button就是到你最底部嘛 所以它就是从头到尾 延伸出来的意思就是彻彻底底 彻底 比如说I love you from top to button 我全身都爱你 就是我非常非常爱你的意思 好了没 再来第二个单字叫做pose 课本因为它给的是名词没错 不过一 它当名词叫姿势 当动词的时候就是摆姿势 摆姿势 动词可以 一是名词 二是动词 那你觉得姿势可不可数 可以啊 因为它课文里面不是讲说照片里面的各式各样的姿势吗 所以第一个那个pose呢是可以数的 好再来第三个单字呢 这个字还好 不过你要注意这个字 它原本的原集是什么 想一想 原集是哪一个 many而已吗 还有much 对不对 所以many跟much的比较集都叫做more 第一个它的原集可能是many 可能是much 所以它的比较集叫more 那最高集呢 more的最高集 love most 对了 因为呢 啊记得哦 因为没有est嘛 哪来的e 就是这个了 最高集一定大部分有了 然后加上st more呢 一定有er这两个字 就是e当形容词 当are呢 变副词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里有写个副词 有没有 那下下一刻你们就会学到副词提醒你 副词它一定搭配的是动词 所以它的位置呢会比较特别 它通常放在动词后面 或者是句位 比如说i love you more 我比较爱你 那那个more 修饰的就是那个动词 那个love 它就不会是形容词哦 可是你会讲 i have more money than you do 那有可能 因为more当形容词 形容那个钱 好 再来下一个 跟上了哦 下一个单证呢 跟猫有关 对不起错了 来 cat呢 是猫 walk 是走 可是加在一起 不是猫走路 它的意思叫做伸展台 所以i的地方在这儿 请你写on le catwalk 重点是这个on on le catwalk 所以不要写成猫走路哦 不过你如果仔细看摩特尔 他们在走路的时候啊 他们平常在练习也一样 他们平常即使是在走秀 有练习私底下练习 他们也都会垫脚尖 因为他们要平常 他们在走秀的时候 通常要穿高跟鞋 所以他们平常在练习 私底下练习 就一定会习惯垫脚尖 所以很多的模特儿啊 真正走习惯之后 如果哪一天 他不是穿高跟鞋的时候 他是不会走路的 他完全不知道怎么穿平底鞋 OK啊 再来写个2 他另外一个意思 因为猫小小一只嘛 所以给猫过的地方 他的延伸出来的意思就是很狭小的通道 2 狭小的通道 狭小的小回血哦 好 再来下面 第四个字 第五个字 叫做lan 好 仔细看哦 他给你的叫conj 什么叫conj 连接词 那连接词呢 他有一个特性 前面形容词 后面就形容词 前面动词 后面就动词 那因为他叫连接词 所以前面是主格 后面就是什么格 前面是he 后面可不可能变成hers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要么就连9 要么就连me 要么就连mai 要么就连mai 好 我简单来问你 这四个哪一个一定不对 i可不可以 可以 你写个圈 me可不可以 可以 因为口语像习惯了 my可不可以 绝对不行 那me可不可以 mi可不可以 可以 对 所以我们都不用去管 他前面是什么 唯一一个绝对不可能出现 就是那个my 为什么 因为my这个字是所有格 所有格后面一定会搭配的是名词 那mine 他搭配的就是my my加上名词 所以这个第一个 他是对的 这个你先有个概念 就是lan这个字的后面 通常呢 你可以组格 可以受格 也可以是所有格 代名词 就是不能单独所有格 好 也因为这样 再来呢 跟这个lan这个字有关的 来第一个叫做大语 就是超过了 叫morelan 不对 刚刚那是二 一现在是二 第一个叫morelan 第三个叫lesslan 那记住哦 所有的形容词里面 你找不到er的就是less这个字 其他所有的比较紧 你怎么找 都有er两个字 只是长相不太一样 我在讲之后 morelan就是超过 lesslan就是少于 所以你现在的资产 如果已经超过七位数 morelan 七位数 7 digit 我佩服你 七位数有多少了 有啦 除非你的爷爷奶奶 可能早就已经把他的 那个什么房地产 有的没的都过给你了 那市价可能不止七位数 可能九位数 十位数都有可能啊 对 就地产大亨嘛 你一出生 真的汉子不是银汤匙 是金汤匙出生 你一出生 你这辈子就不愁吃穿了 好 可能哈 再来下个单 这个字会写比较多一点点 其实不会不是多一点点啦 因为一 这个字帮我先写个不等于beside 很奇怪的是你们都一直觉得这两个字一样 不一样啊 明明不一样啊 一样吗 一样在哪 一样在前面的几个字 可是不一样在哪 我这样写太丑了 不行 重写 来再一次 怪屁 这个字 beside 你帮我写个介细词 因为这个的意思 它不是除此之外 它等于by 这个就这个字 就是在什么什么的旁边 有没有 stand beside me stand by me stand next to me 这个beside 没有s的时候 它是在什么什么的旁边 可是写个2 一旦有加s的时候 它是副词的时候 2在这 他等于in addition to 中文一样都是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你可以加个to 有时候是in addition to him in addition to me 那没有的时候就把这个to去掉 那就变动号就好了 这个字一定要分清楚哦 因为你们常常有s 没s搞不清楚 然后有时候 未来你们学到那个sometimes sometimes 跟sometimes 连在一起分开的时候 你会搞混 因为有时候 那个英文字母多一个s 少一个s 连在一起不连在一起 那个意思都完全不一样了 这是它麻烦的地方啦 不过因为英文真的至少 我觉得比数学的简单一点点的原因 是因为 它就一个萝卜一个坑 可是数学呢 可能你在看到题目的时候 你不知道公式要找哪一个用 像这就是我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数学不好 好了 再来下一个单 诶对不起 所以记得besize呢 就是除此之外 再来下个单字叫做model 智琳姐姐 有没有 she is a supermodel 好这是1 叫做模特 然后他写个2 叫做model cars model 然后叫个cars 哦 我知道为什么我跟八班说要这个了啦 就在讲到这个字 然后我在讲说7在几点数 我才想起来对了对了 我想起个什么忽然提到这个 对 model cars就是模型车 model本身就是模型 不见得是模特 所以model cars 那有人收集习惯收集模型车 有人习惯收集飞机 有人习惯收集飞机 有人习惯收集各样不同的东西 缩小版的嘛 所以model cars这个字呢 你必须注意一下就是模型车 在这里有没有模型 ok咯 好再来右边看隔壁这个地方 下一个单字呢 shape这个字要备注好 因为呢 课本给的叫body shape 可是其实单单这个shape这个字写个 这是第几个单字都行 第八个好来shape呢 第一个1 它叫做形状 各式各样的形状 所以第一个它可以数 我们加s可以数哦 第二个呢 以什么形状来呈现 以什么形状来呈现 欸我不写黑 我写在这里不用 因为我不用写 叫inner shape of 就是呈现什么样的形状 以什么样的形状呈现 再来写个3 叫做body shape 课本给的叫body shape 上礼拜你们在上当 那个对话的时候 应该有看到吧 whose body shape is better 对谁的身材 没错这个叫身材 因为你的身体的形状嘛 所以呢不要过瘦 你也不要当然过胖过瘦都不好 反正我觉得中国的中庸之道是好的 过语不及都不好 ok哦 再来下个单字叫pretty 好先写个e pretty这个字备注一下 pretty的比较集叫什么 more pretty还是 prettier 记得字尾是y的 你不用去管他几个音节 反正一律都是去y加ier 去y加iest 没错嘛 这是第一个叫pretty 然后写个2 所以呢你的pretty这个字 pretty一个字哦 就等于more beautiful 两个字 如果是你你要写哪一个 当然是pretty 因为有时候你beautiful还有拼错的 所以考试保险一点嘛 找最有把握的写 那你说啊为什么他一个加er 一个加more 因为这是字尾是y的 我们加er 那beautiful 因为他三个音节的时候 我们在字的前面加more 他er在哪里 在这儿 e跟r 所以所有的比较集 你一定都找到er 唯一哪一个例外 找不到er做e 没有r less 对ok啊 再来第二个 他当副词的时候 pretty这个字可以当副词 他就等于very 或者是really 所以哪一天如果有人跟你讲说 诶 you are pretty pretty 你不要觉得他舌头打结头 壳坏去了 不是 什么叫you are pretty pretty 就是you are so beautiful you are very beautiful you are really beautiful 只是刚好第一个的pretty是副词 等于相当的 第二个的pretty呢 就是漂亮的 所以you are pretty pretty 可以啊 所以你做的真棒 叫pretty good 就是very good的意思 好了 再来接下来课文 等一下课本对话背面啊 你会上到跟这个字 有类似的字 就是在想衣服 那jeans这个字呢 你仔细看啊 为什么他加s 对 你两个库管 可是要知道的是 这个字本身 记住 一件牛仔裤 你加 不能erjeans 你们一件还是一条 单位因为很多 我们中国的单位太多了 看你要写一件牛仔裤 还是一条牛仔裤 随便你 身上会需要a pair of 的 比如说眼镜 耳环 长裤短裤 你的睡裤 不管鞋 也就是两个两个两个一起出现的 我们都要用apparel 那既然是apparel 所以记得这个jeans的s 不要忘记 因为你们刚才讲的嘛 两个裤管 好 再来下个单字咯 下个单字的话呢 就是比较像我们制服的裙子 就这个字他强调的不是连伸整个的 它是半身的那一种 所以skirt这个字本身它可以数 一它是裙子 可是二它有另外延伸出来的意思 叫做边缘 这是二 什么叫边缘外围 譬如说啦 这里 Mrs. Brown lives on the skirt of the town 就是她住在那个郊区的地方 这是一个城镇 不过她不是住在中间 她住在四周 比较靠近外围的地方 叫on the skirt of 就像以台湾来讲吧 南投应该就不可以用这个片语 因为南投是全台湾唯一 不靠海的一个县市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 几乎每一个县市都有碰到一点点边边 海的那个海边 所以on the skirt 唯一不能适用的就是南投 好 再来下一个单字咯 还没好的举手 好 下一个呢叫做point 备注一下 来写个1 我要请你们写它 因为单独只有point的时候 有点不太保险 你不要写个keypoint 就像你们现在在抄的就算是keypoint 也是take notes 所以我们在抄笔记 可是因为我不要叫你们真的每一个字 一圆风不动的抄下来 所以keypoint这个字呢就是重点 再写个2 像你们现在用的笔是0.38 还是0.5还是0.7啊 就你们喜欢的是很极细的笔吗 极细的笔就0.5 现在有0.25对不对 0.28 0.28 好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字 因为小数点的点 也用这个字 小数点的点 也是用这个point 可是如果你是网页嘛 www.com.tw 那个dat讲的是小黑点 又跟这个不一样 所以point这个字呢是2 叫做小数点 再来最后写个3 point这个字呢可以当你的得分 得分啊 比如说你们投篮有没有 林书豪投了一个那个三分球 三分球那个字 那个point这个字就是分数 所以我们讲三分球有没有 叫a three point shot 那我那个point不加S 是因为我中间有一杠写个3 强调三分的 a three point shot 就是三分球 point就是当分数 空心球不就是三分吗 所以point当分数的意思 好了吗 ok啦 所以分数的没问题咯 最后写个4 上次我们在上那个手指头的时候 记不记得 上次我们在上 我叫你画了 我才会画画 啊 这样好了 这个叫什么 谢谢你哦 每一根都把手指 大拇指怎么说 some 十字呢 谢谢你 所以先写个4 他当动词的时候是指着 为什么要讲他 因为你不会拿中指指着别人 你一定拿十指指着别人 对不对 所以十指延伸出来的意思叫pointer 这个叫十指 好先写这两个就好 回去再去找你的笔记 那时候我叫你们要写 每一根手指头都有它的名称 其中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指着一个人 都是用十指指着别人 所以呢 pointer就是十指 好了吗 再来下一个单字叫做decide 分清楚哦 你觉得这个字后面加to还是加ng 对 记得他只能接to 可是如果决定不要去做这件事了 请你备注 因为它是不定词的否定 它叫not to not to 加圆形 所以第三个decide一个字 就等于decision一个字 等于decision一个字 等于decision一个字 还没好的举手 好 我在讲成第一个to加圆形 然后否定叫not to加圆形 make a decision 就是等于decide的 ok了哈 好 再来下个单字叫24 不过这个字上是在给你们听那首歌 everything at once 的时候 as light as a fox as sharp as a tooth as mean as a fox as 我忘记了 反正那首歌就是24 这个就是跟什么一样 这个没问题 我要讲的呢 是它延伸出来的两个片语 第一个片语呢 叫as well as 不是和谁一样好 小心 因为我刚刚不是讲 它应该接形容词吗 偏偏will又不是形容词啊 它当形容词的时候是身体健康的 你不能the weather is well 今天的天气很健康 没有人这样说 我们the weather is nice the weather is fine will当形容词的时候 how are you i'm fine i'm well 可以 可是如果单读这as well as 的时候 它其实叫做还有怎么样 而且怎么样 第二个呢 叫as点点点 could be as点点点 as could be 就是翻成怎么样 极了 强调就是那个程度更怎么样了 譬如说as good as it could be 就是呢已经好极了 棒呆了啦 好最后一个叫做dress 你看哦跟刚刚skirt有点不一样 来我们看一下skirt的图片在这里哦 它箭头画这里 没错哦 到了dress它是这样 其实有什么差别 对这叫这个字就是连身的长裙比较多 所以我们讲的晚礼服 备注一下晚礼服叫evening a 你们会忘记二好了 我把二加上去叫and 还不是二呢是and evening dress 这个字就是晚礼服 所以到了高中啊像我们学校 他们就只有那个成年龄的时候 然后毕业典礼的时候 他们都要必须男生女生 都要穿很正式的衣服哦 不能穿制服也没有人 那天也不会有人穿制服 他们穿的呢可能就是那种很正式的服装 男生有的还甚至专门去订做一套西装 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算是你大人18岁了 女生就是穿那种连身的那种小礼服晚礼服 那晚上呢就是他们的毕业典礼 然后毕业典礼的时候大家就是像外国这样啊 他们高中毕业的时候都有一个那个就是party就对了 然后大家可能去要去找午饭啊 所以and evening dress呢你帮我写个晚礼服 好再来写个二 二呢因为dress这个字不是是洋装吗 其实他另外当动词的时候是给什么人穿衣服 所以你要帮他打扮打扮有没有 平常呢这个人就是疯婆子一个 然后let's dress her up 就是今天呢我们来帮他盛装打扮一下 就是不要再那种蓬头垢面了 可能微微化个淡妆 擦个口红 so dress somebody up 呢 第一个意思呢是帮什么人 不是穿衣服啦 你也可以讲当然可以讲穿衣服 不过这个通常都是强调很正式的衣服 就是我们帮他打扮打扮 再来三 你要给伤口打扮的时候 其实就是敷药或者是包扎吗 这个字面扎吗 扎 扎 ok 包扎 所以let's dress your finger up 我们来帮你的手指头包装一下 不是是包扎或者是服药 ok了吗 好来那我们就看右边 右下角咯 课本的右下角 来这四题是不用听的 请你等一下写 好再来我们就往下看 我们先把这一页上完 好了吗 你仔细看这一页 这些全部的东西有一个特色 有一个特色 荧光笔准备好 来第一个我们先拿荧光笔准备一下 帮我画的是这个 A pair o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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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 没了 只有这四个 只有这三个 请问为什么这三个是A pair of 他不用A 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色 有什么特色 对 对 都是要两个一起出现的 没错嘛 所以呢 你们身上的衣服一定要记住 必须两两出现的那一种 我们通常都用A pair of 那这些字 来我们先看第一个 什么叫sweater 李嘉 这个我就不要特别讲了 什么叫sweater 不用抄 毛衣 第二 A pair of 等等等等等等 来我点一下 所以快速看一下就好 这是不用抄的 第一个sweater 是毛衣 对不对 错 没问题 再第二个什么叫A pair of 什么内裤 只能内裤 内裤还一件而已 你怎么穿两件 奇怪哦 你有两个屁股 怪怪的 所以记得A pair of 是一件 一双 一对 一副 不管 所以耳环也是 然后第三个short 是短嘛 加了s的时候就变成什么 短裤 所以一件短裤 A pair of 对 记得 一件短裤叫A pair of shorts 再来下一个单字叫shirt 这个是什么 正式的哦 你们现在你们制服的这个衣服 其实就叫做shirt 可是如果体育服那种 那个就叫T-shirt 不太一样 就是shirt这个字强调是男生的 然后只有唯一这个字 把我补上去 女生的正式衬衫 写这个字 叫做blouse 比较多 就是我们未来把它区分啦 不过现在几乎都通用也可以 shirt跟blouse shirt通常指的是男生的那种衬衫 blouse呢 是女生的衬衫 就这个字 抄在课本上就可以了 好下个单字刚刚又是看到了 pants呢就是长裤 没问题吧 一件长裤怎么说 一件长裤 一件长裤 怎么说 apparel 知道哦 好再来下个单字 这个是要小心 这个字呢叫做uniform 可是一件 一件 那个制服 通常uniform 它强调的是 这个如果你要用的话 叫r 它用单数 虽然你看到它是u哦 因为它并不是母婴 可是其实这个字我们很少把它加s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整套 它是一整套的制服 好再来下个单字叫做jacket 这个字写个不等于下一个单字 你仔细看图片就好 这个叫jacket 看下一个哦 这个叫coat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冷需要 jacket还是coat 这个叫jacket 这个叫coat 如果天气是-5度 你要穿哪一个 coat 对 那只要天气有一点点凉凉的 请你写jacket 所以你看jacket的意思 通常翻成夹克 可是coat的意思翻成大衣 两个不太一样 好再来下个单字呢叫socks socks的旁边只要写一个stockings 圣诞节他们最喜欢的绝对不会准备socks 知道为什么吗 你如果只有socks的时候你的礼物啊 对就没了 stocking这个字是长头袜 最好呢 两个长长的那个袜子里面 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 所以stockings这个字叫长头袜 socks这个字通常是指短袜 就像你们现在穿的这种袜子一样 都插到上面就可以了 好再来最后一个倒数第二个单字呢 叫做size 记得size呢为什么是sl跟m s指的是什么 small m medium l large ok哦 所以我们不会用big 不会用little 尺寸我们用这三个字 诶 错 再来最后一个单字叫where 这个字就要写 来写个wear war worn 就是它的三态 wear worn worn 插在课本上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 穿的三态 那这个字呢除了穿之外还有一个带 其实还有一个意思 插 插香水的插 插化妆品的插 也用where这个字 因为你是后来额外加上去的 叫做where 然后再来写个下一个单 下一个要写个磨损 或者是破旧 所以我们通常讲 your skirt your skirt is worn out 的意思 中间一杠了 就是已经穿到破破烂烂了 它就变成形容词 就是非常的破旧的意思 破破烂烂的意思啦 破旧的意思啦 都可以 形容词哦 叫worned out ok了哈 好 再来 剩下的时间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先听完 准备哦 1 Look at me Wow You look cool Your pants really go well with your shirt Thanks I just bought them yesterday 2 Alan Why are you still wearing your sweater and jeans? Put on your uniform Put on your uniform Mom Today is Sunday We have no school Oops Mama也觉得很尴尬 好 课本交给你前面那一位 我们先改这一个 课本41页的地方 交给你前面 交给你前面 好 答案呢 刚好都是 后面前面 后面前面 就是2121 听得懂吧 2121 一个Witness 一个Julie 一个Julie Whitney Julie 2121 再来 42页的右下角的答案是22 22 22 好 麻烦帮我先扣分就好